所以在这一方面为什么预警机跟运输机 两个毫不相干的特种飞机 为什么它要搭配在一起 然后在海海的历史中飞个一圈 这个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中国大陆除了在水面 自由禁止以外 现在空中也非常的热闹 空中非常的热闹的原因之一 是在于美国印太司令 曾经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到了今天 你想起来会觉得不寒恶力 他说美国的F-35跟中国大陆的歼20 跟中国大陆的歼20 曾经在东海不期而遇 但是他下文没有讲 他说除了这个以外 在空中预警机的导引之下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空警 已经发现了F-35 所以他就讲 他最感到好奇的是歼20跟空警 空警500 他们之间的搭配 这个截杀链的形成 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 那偏偏 各位去看 好 各位去看 好 台海上空 不知道哪一天 大概就在6月 就是海峡论坛结束前后 中国大陆也有运20 加上所谓的预警机空警500 也在那个时候进出台海 他们飞行的顺序是这样 出了空港 然后一路往南 经过台海 当然他是在海峡中间以西 他在海峡中间以西 然后突然向南 向南然后逆时中 绕了一圈 他是出了巴士海峡以后 然后逆时中绕 绕台湾一圈以后 飞回了他的空港 这个是运20跟空警500 出现台湾海峡的情况 这则新闻几乎没什么报道 那台湾有没有侦测到 台湾是有侦测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来看 大家对运20是非常好奇 然后对于空警500 就不太理解 它的性能 它的搭配 甚至于 它能不能够抓住先机 先后的机会的机 反正运20跟空警500 出现在台海是非常特殊 因为这两种类型都是特种战机 一个是运输机 一个可以实施 就所谓的叫战略运输 一个是中国大陆最新型的空中预警机 比空警2000还要来的先进 那从这一些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运20它不单是运输机而已 它未来极有可能改装为空中加油机 或者比照 美国的RCE-135 KCE-135 类似的运输机把它改装为电子侦察机 还有加油机等等这些 所以不要小看 一架运20 各位看运8运9 都是机型过小 它所谓的预警机 就是空警2000 它的侦测范围是很有限 如果中国大陆是运用大型的运输机 你改装为加油机 电站机 甚至于预警机的话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它的探测距离那有多 那有多深 多高多深 然后滞空时间又非常的长 那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拿空警500跟2000 作为一个比较 2000是20世纪前的技术 但是它搭载是非常有限 但是我们看到 它现在用运8跟运9 你改装为空警500 它的载具太小 所以在这一方面 为什么预警机跟运输机 两个毫不相干的 两个是毫不相干的 特种飞机 为什么它要搭配在一起 然后在台海 逆时中飞个一圈 这个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也引起了我的好奇 因为这种景象 过去没有出现过 过去我们看都是 歼16 搭配 搭配空警2000 或者是空警500 进出台海 那现在它用运20跟预警机 全部都是慢速机 很容易被侦测 也很容易被击落 如果没有战机护航的情况之下 它非常容易击落 显然它是想要熟悉台海 跟菲律宾跟日本西南 主岛的空域的情况 它才会这样子飞个一圈 飞个一圈 可以说在6月的时候 它这样子飞 6月对台湾来讲是 气候非常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说 台湾大概从5月到10月 这几个月将近半年都有台风 况且6月又是黄霉气 但然而空中预警机 加上运20这样子飞 它说明了一个 中国大陆是希望掌握 从日本西南主岛到菲律宾 北岸这个中间空域的状况 否则的话 它不必派两架慢速机 它也不必派运20 跟所谓的空警500 进行侦测活动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未来中国大陆在台海上空 甚至于巴士海峡上空 跟宫古水道上空 一定是多机种 进行联合演练 这也就是说 运20跟空警500 自多自多是打个前哨来探路的 那探路之后战术的运用 才值得台湾日本 菲律宾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个前哨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个前哨来